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平时都是司机开 虽然这车开出去很有面子回答率很高 但开车的却像是司机 如果作为商务用车 那么这款劳塞斯幻影 确实是很好的选择 在行驶1万公里后 这位商人在朋友圈晒出了油耗 多得无法想象 虽然作为大品牌 劳塞斯的动力也是相当强 但由于它的排量大 车本身也很重 所以它的耗油量也是相当之高的 可见再好的车也有其相对劣势的一面 不过对商人和富豪来说 体面才是最重要的 即便耗油量再高 在他们眼里也不止一体大